脸书贴文被打上假的 大大两个字 提醒民众别受骗上当 媒体人黄伟翰 发现自己上节目的画面 被人恶意截图 用在假投资广告 成了诈骗集团的工具 就怕有民众上钩 除了在脸书澄清 也在广播再次提醒听众 千万不要上当 不过类似的广告 越来越猖獗 已经有许多艺人专家网红 甚至是政治人物被冒用 社群平台也陆续接到检举 但成效有落差 民众比较常接触到诈骗广告的平台 包括脸书和Google 不过收到检举之后 脸书的下架率是高于Google 这和检举的流程有关系 尽管会公布最新投资 诈骗广告通报和下架件数 上个月10号到28号 Google接获46件检举 但只有15件被下架 比率只有33% 而脸书313件检举 已经有261件检举完成 下架率超过8成 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 尽管会分析 可能因为Google 没有提供投资诈骗广告的选项 因此检举项目不符 或是检举人只提供网页或网址 但诈骗广告不是由Google投放 另外诈骗广告来自网页贴文或留言 不是Google本身提供的广告 也无法处理 尽管会警政署以及刑事局 和Google公司开会找办法 业者将改善检举机制 民众发现诈骗广告 按下右上角的叉叉 点选为什么会显示 这则广告再按下检举 就会直接出现检举序号 只要将序号回报给Google 不用再填表格 简化流程提升下架率 大多数人生活中离不开的社群媒体 也成了诈骗集团的诱饵 除了政府修法强化打架力道 民众也要睁大眼睛 看清楚广告是要教你赚钱 还是要你的钱 TVBS新闻立委华和关于郭宇特别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